唱片 唱片 因為媽媽自己一個人 俘養我們家三個人 所以我想說過來這邊 就是可以減輕媽媽賺錢的壓力 未來上大學應該會去讀 體育大學 出來之後想要去當健身房教練 中毕业之后我想去考高一大的物理治疗师 考完之后我可以回来这里帮学弟妹做治疗 就是想跟他们说谢谢他们资助我这些钱 让我很可以认真的读书 然后没有这些烦恼 会更努力地练习和读书 孩子通常都是单亲各大教养 然后就是比较弱势的小朋友 不然不能去做选择 可是在我们这边其实是可以受到很正常的照顾 那其实我也要很长期的感谢苹果基金会 然后对我们的协助一帮忙 让孩子在这个部分 其实可以稳定地在求学过程当中完成基本的学业 那在这里的生活的部分 他们也可以对他们未来其实是有改变的一个机会 今年7月25的时候刚考完钥匙的二阶段考试 然后现在等10月多就可以拿到钥匙证书 然后去之后就可以去医院就业这样 因为我们钥匙国考分两阶段 然后那时候苹果的那个专案刚好在我 在需要最全新准备一阶一阶钥匙国考的时候 提供协助让我能够全新一次 就可以考上通过滤匙证书4成左右的钥匙一阶国考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